其实我在印度呆过6年 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很多人听到说我在印度呆过6年都感觉很惊讶 你怎么能在那里呆那么久 梦想现实和感悟 大家好我是哈利 欢迎来到哈利wood 我这个人比较懒 之前也有承诺过我要每周至少两个视频 那基本上做到了 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不够 因为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跟朋友们拉开距离 就说因为现在内容 就你的内容没有新的内容上的话 大家就没有办法去关注你 本来很期待 想看看你下一期想做什么或说什么东西 一直等也等不到 做这个YouTube很重要是保持一定的更新的频率 这个我也知道 今天既然开启了 我就也聊聊其他的一些话题 我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 其实我在印度呆过6年 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很多人听到我说我在印度呆过6年 都感觉很惊讶 哇你怎么能在那里呆那么久 因为多数人是没有去过印度的 也不了解印度 大多数的印象就是比较脏啊 比较乱啊 那个比较落后之类的 就不安全啊 不卫生之类的问题 那这个确实是多数人的感感受 然后我去之前也是这样认为的 那我在那待了6年 当然就是比没有去过 或者说待的时间很短的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也有很多那边的朋友 那最近大家都知道印度的疫情特别严重 大家看新闻啊 看一些视频啊 那特别恐怖 简直就是人间炼狱 我反正就没有那么担心 不知道是因为我对那边是有一些了解 然后我同时我也有看到我朋友的一些消息 或者是视频 所以的话我相对来说我比较知道那边事实上是怎么样的 总体来说就是说一般你看到的东西好的方面呢 未必有展示给你的那么好 但是坏的呢通常也没有那么坏 新闻和视频都有一些偏向性嘛 他如果是想要拍现在情况比较紧急 现在疫情比较严重 那他肯定都是拍的一些比较严重和比较可怕的事情 那你观看者来说你就会觉得哇都是这样的画面 你就会想到就所有地方都是这样 或者说是真的是特别糟糕 那我不是说没有那种那些画面不是真的 那我相信多数都是真的 因为他是拍也没有人去做后期 只不过他把所有不好的糟糕的放在一起 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那同时就说如果是去说一个地方特别漂亮特别美 那他也就是把我们做视频的人都知道你可以把最好的画面 最漂亮的角度构图剪辑在一起 那就是一个天堂 那当然那种地方一般也不会是像画面说的那么漂亮 如果你真实的去到那个地方 你会觉得其实也没有那么漂亮 我怎么拍不出来 我觉得需要通过更多角度去了解你才会知道这个真实的情况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印度的疫情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去连线采访我印度的朋友 也有中国人也有印度人 所以的话我想就说看看大家对这个话题有没有兴趣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就在那个留言区给我留言 重点还是希望有一些互动 希望就是说我说的一些想法能够引起一些朋友的一些共鸣 或者你的兴趣这样的话我做起来的话也比较有意义 同时也比较有方向不会特别盲目 谢谢大家 拜拜